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吴昭亮 然後我今年是高二升高三 就讀的學校是建國中學 然後在我來這個卡內基和TPBS合辦的營隊之前 我是個非常自卑的人 我在台上的時候總是沒有自信 然後要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總是頭腦空白 然後一直冒冷汗 不知道要說什麼 然後在國文課和生物課回答問題的時候 不能像同學那麼主動發言 反而需要 就是被老師點了之後才會被動回答 十分的自卑 然而在我上了這個TPBS和卡內基合辦的營隊之後 我發覺到自己的潛力 我的自信增加了越來越多 然後我的口語表達能力也進步了許多 謝謝卡內基和TPBS的營隊可以給我這次的機會 讓我的口語表達能力有那麼多的進步 謝謝